你体验过乘坐双层高铁的感觉吗 目前全球限量版的双层高铁只有三列 还都在我国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中一列 从深圳北开往北京西的第904次列车 来看看时刻表 会发现它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高铁不同 这是一辆纯纯的夜间高铁 发车时间为晚上19点45分 到达时间为第二天早上6点54分 夜间开行 西发昭智 被网友称为移动的宾馆 更神奇的是 它从长沙南直接杀到了石家庄 中间的武汉站和铁路新藏郑州站 都被直接忽略了 现在就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 第904次列车 由中国铁路北京局使用的和谐号 CRH21型动车组担任 主要运行在长途线路上 是最新型的卧铺动车组 采用了全新设计 车厢中间是中央通道 两侧设置了双层卧铺 铺位跟列车的运行方向平行 为左右对称布局 因此也被称为纵向卧铺动车组 一铺一个单间 私密性更强 这可是全国独有的存在 整趟列车采用了16节编组 8动8拖 总定员860人 比普通动卧列车席位 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 它受欢迎的程度 估计想要感受一次 还得提前抢票呢 它最高运行时速250公里 跟普通动卧的座位等级不同 第904次列车全程没有设置二等座 除了餐车外 均为软卧车厢 走进列车的第一直观感受 就像是回到了大学宿舍 对了 还有免费小零食呢 说的我都想去乘坐感受一次了 其实说到双层高铁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昆明至丽江的双层网红火车 Y752次列车 晚上21点28分从昆明发车 第二天早上7点26分到达丽江 全程9小时58分 没有京亭站 即便乘坐时长这么久 这趟列车在旺季的时候 仍然是一票难求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时间太适合上班族 和追求性价比的游客了 今晚睡一觉 明早一下车就能直奔景点 直接省了一晚上住宿费 Y752次列车 是中国铁路昆明局 在昆明客运段 直程的旅游列车 采用了双层客车车厢 整辆列车分为了三种铺籍 分别是硬卧 软卧和软包 每间软卧有四个铺位 带有推拉门 增强了私密性 每间软包里 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 每间车厢一端的连接处 还设有楼梯 方便旅客上下 并且为了突出云南当地的 民族文化特色 车厢里还装饰了 有民族风元素的布置 说的我又想去乘坐感受一下了 除了双层高铁和双层火车外 其实还有双层公交 这种车型 我们就会经常见到了 尤其是在我国香港 是主要的通勤交通工具之一 双层公交起源于英国 其中行走伦敦的红色双层公交车 更是英国的国宝 不过由于该车型的车体庞大 重心又太高 所以驾驶员和乘客 都要特别注意城市安全 既不能开得太快 乘客也不能全坐在上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